委员兼外长王毅9日在北京同专程紧急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会谈 库雷西通报了巴方对近日克什米尔局势最新发展的看法 立场和应对举措 王毅强调 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都处于关键发展阶段 呼吁双方以国家发展为重 以南亚和平为重 打破零和思维 避免单边行动 寻求和平共处的新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